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万历年间,在徐州小河镇内有一对恩爱夫妻 丈夫名叫徐顺,身材高大,要貌不凡,妻子名为李婉儿 温柔贤惠,貌美如花 徐顺是一个瓦匠,自幼便被家里送到了城里做学徒 如今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瓦匠,记忆精湛,深受大家的认可 李婉儿心灵手巧,那绣花记忆令人称奇 因此被城里的裁缝店看重,特聘请他来店里刺绣 挣得银两丝毫不必丈夫少 夫妻二人一同努力,将这日子过得很是红火 让周围的乡亲们看了事羡慕不已 可是唯独一件事却让夫妻两破为无奈 二人结婚多年,妻子的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 徐顺这家中原本就人丁落寞 只剩下了他这一根毒苗 李氏便想着多为徐家留些香火 谁知竟然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每次提及此事,李氏便会躲在暗处偷偷哭泣 徐顺看了事心疼无比 这些年他们没少寻一问药 就连那好多土法子他们也尝试了不少 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见到 徐顺只好不再提及此事 顺其自然变好 这天,徐顺刚刚做工回家 刚一进门便见到妻子激动地迎了上来 徐顺不禁笑道 婉儿,为何今日如此激动 莫非是遇到了什么好事不成 妻子应道 夫君,今日我听闻在华山脚下 有一个实心道观 据说去那里求子的都成功了 我们也去试试好不好 文言徐顺不禁一愣 随后便说道 竟然还有如此神奇的地方 那我们明日便出发 看到妻子激动的模样 徐顺也不忍心拒绝 这些年来他们去过的道观不在少数 可是哪个能有效果 不过能够让妻子短暂地开心一下也足够了 第二日 夫妻俩便租了一辆马车出发了 这华山距离此处有一段距离 夫妻俩也不着急赶路 看到哪里风景好 便停下来欣赏一番 一直到了傍晚 这才到了华山境内 夫妻俩先找了出客栈休息了一晚 一日这才来到了石青道观里 离之大老远便见到了乌泱泱的一大全然 一打听发现大家竟然都是过来求子的 看来这石青道观倒是名气不小 二人从门外开始排队 一直到了下午这才轮到了他们 进门之后 只见一个刀袍老者正端坐在主位 夫妻俩连忙上前行礼道 见过大师 倒是点头道 二位不必客气 不知二位来此事所为何事啊 李婉儿连忙说道 我们夫妻俩是来此求子的 还望大师成全 只见道士微微摆手 夫妻俩便落在旁边 道士便开始掐指推算起来 许久之后道士这才说道 夫人你命中无子 注定是生不出孩子了 闻言李婉儿不禁浑身一颤 眼泪便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不过道士又继续说道 你二人悉行而归 道士有着一份机缘 切记 切记 听到道士的话 夫妻俩不禁燃起了希望 连忙败泄之后快步离开了 按照道士指引的方向 二人是一路悉行 就在路过一处密林之时 果真是有了奇遇 他们二人在草丛之中 竟然发现了一个女婴 这女婴生得可人 二人抱在怀里 根本就舍不得撒手 看样子这女婴 是被人故意丢弃在此的 莫非道士指的机缘 就是这孩子不成 既然遇到了 那就是有缘分 于是夫妻俩便将女婴 带回了家好生抚养 并为她取名徐娇娇 如今有了女儿 夫妻俩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喊在嘴里怕话了 将她视若珍宝 看着女儿一天天地长大 夫妻俩是无比的幸福 转眼间 徐娇娇便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这笑貌绝佳 吸引了许多年轻小伙登门求亲 不过徐娇娇却不打算嫁人 想要多在父母身旁伺候几年 因此便将这求亲之人都拒绝了 谁知一个意外的出现 却让原本幸福的家庭轰然破裂 也改变了徐娇娇的命运 这天母女俩在家做好了饭菜 谁知等了许久都不见徐顺归来 这可急坏了二人 按照以往的时候 徐顺这个时间早就到家了 不知道究竟为何在路上耽误了 就在此时 一阵敲门声传来 徐娇娇不禁一喜 看来是父亲回来了 谁知等到徐娇娇开门一看 只见乡亲们正抬着一句死尸 正是徐顺的尸体 由于近几日总是下雨 这山路变得湿滑无比 徐顺在经过山路之时 尸足落下了悬崖 幸亏被同村之人发现 这才将她的尸身抬了回来 李氏看到死去的丈夫 竟是直接晕死了过去 徐娇娇强忍住心中的悲痛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 终于安葬了父亲 这才请来了郎中为母亲医治 谁知郎中却说到 夫人这是触发了隐情 如今只能够靠草药来保住性命了 闻言徐娇娇不禁哭红了双眼 如今父亲意外离世 母亲竟也病倒 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可是徐娇娇却不敢在母亲面前表现出来 她反倒安慰母亲道 娘 您好生养病 父亲不在了 您还有我 以后我一定会好生孝顺娘的 李氏见到女儿如此的懂事 心中这才宽慰了许多 便点头道 我可怜的女儿 娘一定会尽快好起来 免得我女儿受罪 可是这草药价格不低 若是持久下去 恐怕过不了多久 家中的积蓄就被掏空了 于是徐娇娇便开始自己进山采药 不仅草药不用花钱 她还采了些其他的药材拿去卖掉 也可以勉强维持生存 这天徐娇娇来到了山上采药 突然地上的一丝血迹 引起了她的注意 莫非是有人受伤了不成 徐娇娇心地善良 便沿着血迹寻找而去 最后徐娇娇一路来到了一处山洞前 带她进去之后 便见到一个浑身是血的狐狸正趴在地上 徐娇娇这才反应了过来 在这附近有很多猎户 所以经常会见到这些野兽的尸体 可突然徐娇娇发现 这狐狸的腹部高高隆起 竟是一只怀有身孕的狐狸 此时狐狸也迎着她的目光看来 眼神中竟然满是哀求之色 徐娇娇心中一软 便来到狐狸身前说道 你可真是不小心 我这就为你包扎伤口 你莫要害怕 狐狸似乎是听懂了徐娇娇的话 竟是人性化地点了点头 徐娇娇不禁一愣 随后便拿出了刚才的止血药 用嘴嚼碎 然后涂抹在狐狸的伤口上 随后又从身上撕下了一块布料 为她包扎好了伤口 做完之后 徐娇娇这才说道 以后一定要当心 莫要再被别人发现受了伤 你我就此别过了 说吧徐娇娇便离开了 可等她到家之时 却见到一个陌生的妇人 站在自家门外 徐娇娇上前问道 不知大娘来我家所为何事啊 文言妇人这才回过头来 见到徐娇娇后竟是赞叹道 好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 你便是徐娇娇吧 今日我是来给你报喜来了 听到妇人的话 徐娇娇不禁一愣 报喜 这究竟是什么喜事 自从她家庭出了变故 以前追求她的男子便都消失不见了 因为徐娇娇放出话去 想娶她就要先治好她的母亲 不过这可不是一笔小数 因此便没人肯来求亲了 就在此时 李氏突然从屋内撕喊道 娇娇 莫要被她蛊惑了 快些进来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拿你的幸福去换 徐娇娇一脸的不解 似乎母亲已经知道了这门婚事 那妇人连忙说道 小姑娘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可是替城里的王家来提亲的 王家承诺 只要你嫁过来 便会出钱医治好你的母亲 还会给她五百两的彩礼 如此机会你可要抓住啊 文言徐娇娇心跳不禁加快了几分 若真如此 那么母亲的病就有救了 不过此事定然有蹊跷 徐娇娇便问道 那王家乃是名门望族 怎么会看上我一个乡野姑娘 大娘可是遗漏了什么 听到徐娇娇的话 妇人脸色一变 这才开口道 只是那王公子身体欠家 这次娶妻的目的便是为了冲喜 傻孩子 无论那王公子身体如何 只要你嫁过去 定然能够过富贵日子 可不要再犹豫了 徐娇娇心中思索了许久 这才说道 还请大娘回去告知王家 只要王家一致好我的母亲 我便答应此事 文言妇人心中大喜 便说道 太好了 你放心 我这就进城将此事告知王院外 你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等到徐娇娇进屋之后 母亲却怒骂道 你这孩子真是莽撞 那王公子据说只有一口气掉着了 你若是嫁过去就要守寡了 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啊 徐娇娇却说道 娘 您放心吧 是女儿心甘情愿的 嫁到王家便可以过那富贵日子 女儿吃不了亏的 李氏知道自己这女儿的性子 只要她认准的事 谁也拉不回来 便只好在心中为女儿祈祷 盼望着那王家 可以带自己女儿好一些 第二日一早 王家便请来了名医 为李氏医治 据朗中所说 约末一个月的时间 便可以让你是痊愈了 母女俩不禁相拥而泣 如今王家遵守了承诺 徐娇娇也就按照约定 来到了王家成亲 谁知在成亲的时候 一直没有看到新郎的身养 据王源万所说 她这儿子身体有样 怕吹着了风寒 所以就让徐娇娇一人拜堂 待到拜堂之后 徐娇娇便在下人的带领下来到了洞房之中 此时便见到一个男子 正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想必这就是他的丈夫王金宝了 徐娇娇缓缓缓走近 带他看清王金宝时 不由得心神一颤 此人相貌倒是俊俏 可是这脸上确实布满了恐怖的黑色丝线 不知道究竟得了什么病 不过既然自己嫁他为妻 便不能再去嫌弃于他 于是徐娇娇便要与王金宝同床 谁知王金宝竟是怒骂道 你进来作甚 还不赶紧给我滚开 不许出现在我这屋子里 文言徐娇娇一愣 没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会如此对他 一时间不禁潸然泪下 徐娇娇说道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既然你我已经做了夫妻 我自然要留下伺候你 不料王金宝确实尤言不尽 骂的话是越来越难听 最终徐娇娇也是不堪受辱 便推开门走了出去 徐娇娇坐在门外偷偷抹泪 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嫁给了如此之人 不由得心中悲伤 可就在这时一只狐狸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说道 恩人 莫要伤心 你的丈夫是在救你啊 徐娇娇不由地背下了一跳 这狐狸竟然能能口吐人言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狐仙不成 徐娇娇问道 不知仙长此话何意 狐狸说道 我见你丈夫身重尸堵 若是同房之后 便会转移到恩人的身上 所以他将你赶出来 是为你好啊 徐娇娇这才明白了丈夫的苦心 便赶忙跪在狐狸面前恳求道 仙长道法高深 还请救救我家夫君啊 狐狸点头道 此次我正是为报恩而来 恩人将我的内担与你的丈夫服下 到时候失毒便会消失了 说罢狐狸便吐出了一颗珠子 徐娇娇连忙接住 随后只见狐狸竟是一头栽倒在地 徐娇娇连忙上前问道 仙长 你这是怎么了 狐狸说道 无妨 这内担便是我的百年修行 恩人救了我和孩子 即便损失修为也无妨 徐娇娇心中感动 在狐狸的不断催促下 这才回到了屋中 网金宝见到妻子进门 便又要破口大骂 不料刚一张嘴 便被妻子将内担塞了进去 网金宝吞下内担 浑身便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 那布满全身的黑色丝线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殆尽 片刻之后便完全恢复了正常 感受到自身的变化 网金宝喜机而泣 徐娇娇这才将狐狸报恩之时告诉了他 等夫妻俩出门拜谢之时 却发现狐狸早就离开了 亡人外夫妇得知自己的儿子痊愈之后 心中是又激动又忏悔 于是便将这王家的产业 都交给了夫妻俩去打理 在二人的努力下 日子是越来越红火 他们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神仙眷侣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